一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 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心中两国国歌 随后 李强陪同李显龙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李显龙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 明确了中心全方位高质量的 前瞻性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中国院同新加坡一道 将高质量打造为 中心合作最鲜明的标志 推动中心关系和物质合作水平 再攀新高 李强指出 中心双方要提升合作的 统筹引领力 充分发挥副总理级 双边合作机制作用 推动两国间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要提升合作的创新驱动力 构建人才培养交流 科技企业孵化 联合研发产业落地的 全链条合作模式 树立两国重要合作项目提制升级 要提升合作的示范带动力 提升陆海新通道地区 产工链枢纽作用 为地区国家经济复苏 提供更多助力 中方愿同新方 持续深化教育文旅 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 李强表示 中国始终视东盟为 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愿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 东盟国家一道 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建设 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新方携手维护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李显龙表示 新中友好合作十分广泛深入 新方愿同中方一道 打造双边和区域合作样板 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东盟各国都希望抓住 意后中国经济复苏 和继续扩大开放的机遇 加大对华合作 新方主张维护世贸组织规则 维护公平开放包容的 国际贸易体系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 经贸 科技 食品 法律 环保艺术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显龙访华期间 中心双方发表 关于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 前瞻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ло